细菌 细菌其实到处都有 这个星球上的细菌 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呢 是在忙着计划怎么消灭人类吗 来 请问下列哪件事 不是细菌会做的 A 细菌会供应氧气 B 细菌会发电 C 细菌会释放毒素 D 细菌会消灭人类 你猜对了吗 正确的答案是 D 细菌会消灭人类 大部分的细菌 平常吸氧气吐二氧化碳 跟我们一样 但也有一些细菌跟植物一样 会吸二氧化碳 但是吐出氧气 这些细菌叫做蓝绿菌 它们只要是潮湿 有光的地方都能够长 甚至墙上都会有 那其实植物呢 是跟蓝绿菌偷学的 植物的土先把蓝绿菌 拉进细胞里面一起住 才得到这个能力的 所以的确有一些细菌 是会制造氧气的 那它们制造氧气呢 不是为了人类 而是这些细菌 为了要活着而产生的废物 真物要呼吸才能活 我们呼吸的时候 电子会从氧分的分子 传到氧气上面 所以这样就有了电子的流动 那细菌在利用氧分的时候呢 也会有电子的流动 所以就带来了微弱的电流 如果我们拿金属片去碰细菌 把这个电流导进线路里面 这样子就有电了 那生物燃料电池 用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咯 细菌真的可以发电 只是它的电力很小 要有很多只细菌 一起来才行 细菌活着就会有电流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利用它的话 就可以拿来发电 最后是放毒 你知道细菌会制造毒素 你听过细菌会让人进医院 但是哦 对这么小只的细菌来说 细胞里面养分很少 能量很少 那这么少的能量 当然要拿来生长 除非必要 不然它们才不会制造毒素 那绝大部分的细菌呢 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人 所以它们也就不需要 制造毒素来害人 所以细菌真正不会做的事 计划消灭人类 那因为细菌只知道 赶快吃赶快长 它们根本不会去计划 要做什么事情 让人生病 其实只是细菌 努力生活的副作用而已 所以今天的结论是 细菌到底在做什么呢 细菌什么都能做 它们的目的呢 是要让自己活下来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